我觉得首先要撇除你对一个地方的一些所有的一些偏见 你来这边看一看 把它当做一个市场来发展 多交交这边的一些朋友 然后呢我觉得未来呢不一定说一定是来内地发展 但是呢来内地的这段经历呢 一定对你未来的任何的一个事业发展呢有所帮助 我们希望是呃 呃 担演好一个呃 解读者的一个角色 因为呢往往呢很多时候 呃他们都有很多机会来接触内地啊或者是来看一看 但是呢没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解读 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信息上的一个偏差 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我们是呃 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然后呢做一个好的一个解读人员 也讲好这个中国的故事 陈星分析深圳和香港的关系时子 两地是产业链和创作的关系 认为两地可以探讨合作发展交叉行业 例如金融科技创造新产业 那深圳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这些高科技啊高端生制造啊这些 那香港呢在一些国际贸易啊啊还有一些国际的一些语音体系方面呢 它还是有它的一个优势在这边的 大部分的还是一个偏互联网科技这一块的 呃还有另外一块呢香港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行业就是文创设计这一块也是有为数不少的 那近年来呢就是可能会多一些是交叉学科的就是例如说是金融科技啊 还有一些是保险科技这块的就是以一个传统行业再搭配一些新的技术这样子的产业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优优独播剧场 这个学律 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优独播剧场